荃灣圍村昔日風貌 如今在路德維一帶 幾條行人專用街道重現 政府一直推行不同措施改善使用 包括美化公共空間 優化街道景觀等 由政務司副司長領導的地區治理專組 積極跟進落實各項地區議題 打造行人友善環境 提升步行體驗正正是重點之一 其中路政署在荃灣路德維等 三個高行人流量地點 展開街道景觀優化工程 為鬧市增添色彩 路德維的原子是1960年代 清拆的荃灣河貝村 那裡的美化設計以荃灣圍村為主題 花槽貼圖的設計 是模仿舊圍村的裝修和傢俬 讓行人像置身於舊圍的庭園 回望屋內的景象 路德維的貼圖 以圍村的磚牆、瓦片頂 和裝飾聖天花作為設計概念 就算不是春天 岳高頭仍然可以見到木棉盛放 行人天橋橋等上的圖案 背後都有故事 鄰近路德維的荃灣港鐵站 一帶原子叫做木棉下村 現在仍有不少的木棉樹 每年在荃灣港鐵站內盛放 也吸引了不同的小動物 例如紅耳碑和赤北蟲鼠 特色渠蓋在人流暢旺的食街 增加了大卡位 同時也和鄰近的大河道行人天橋 特色美化設計互相輝營 另外兩項街道景觀優化工程 分別位於中環和大圍 聯繫市區和離島的中環港外線碼頭 以淺藍色調展示南丫島漁川文化 又以山傘李麗山的風範 和長洲平安包作為設計元素 呈現喜悅慶典 而牛皮廠和齒輪圖案 掃說著平洲的本地工業歷史 來到港鐵大圍站一帶 可以見到在和套路港相連河道常見的白路 還有在香港郊野出撥的果子梨和炮貓等 野生動物的圖案 呼應城市河道和躍動郊野的主題 未來全港18區也陸續換上新面貌 路政署計劃分兩階段 為每區兩條行人天橋、隧道等構築物翻新和美化 包括修復老化的構件 從身份擦結構表面 以及提升扶手和照明等的設施 令路設施更安全、便利和舒適 路政署根據構築物的地點制定設計方案 特顯當區特色 首階段工程已經展開 預計今年年底前陸續完成 其中包括觀塘這條橫跨協和街的行人天橋 會採用以三野油中為主題的美化設計 靈感來自附近有觀塘後花園之稱的沈雲山交遊路線 發題在主要的長生上面 展示了由沈雲山山頂 望回到飛鵝山和順利村的景色 而在無障礙通道的長生上面 亦會有連續的灌木和樹木圖案 配合交遊的主題 希望令更多市民認識到這個獨特而珍貴的觀塘後花園 至於沙田區這條橫過沙田圍路的行人隧道 美化設計遊合該區歷史建築和地標的特色 例如增大屋、甩圓橋 以及市民在城門河、蛙艇、沿著河半踩單車等元素 體現沙田區傳統文化和都市活力 十八區舊竹物翻新美化 第二階段工程預計2025年年初前開展 同年年中前陸續完成 市民日後城市漫步 不妨多些我高頭 享受一步一風景 市民日後城市全新的故事 有任何東西 竹市全新的二字占山